进去吓呆了 发现医生方宝芳 她的太太张长臂 还有一个护士 这个护士最可怜 上班不到两个月 三个人通通被杀了 我要换回到 《易色档案》以及 Podcast故弄玄虚 我是DK 我是D嫂 今天我们请到一个 非常重量级人物 他在这个台湾见识领域 耕耘了33年 他就是谢松山 阿善思 我们请阿善思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阿善思 另外也要谢谢DK 还有迪爱嫂 给我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一起碰面 客气客气 因为这次是阿善思二访 我们《易色档案》 安得有这个机会 真的 那阿善思这次有出一本新书 那这本新书叫 《台湾大案》 《见识现场》 里面会讲一些案件 好的 因为这一集我们要讨论的是 台湾史上最凶残的一个 杀人犯 曾经心事件 那我现在先把这个案子的时序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 他案发的时间就是86年4月14号 那我们一般的专案呢 都会以那个案发的时间 当作专案的名称 所以这个案子的专案名称叫 《动事要事专案》 是这样子呢 在新北市领口区的时候 有一天早上呢 就是白冰冰的女儿呢 白小燕呢 然后她要上学的途中被绑架了 家人呢 发现她没有上学 所以就很紧张 然后开始找人 可是当时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那最后呢 是曾经心他们呢 逼迫白小燕写下求救信 剪断她的小指头 然后寄给白冰冰的时候 警方才知道 哇原来这个白小燕是被绑架了 而且呢 当时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只知道说这个人非常的狠 当然呢 白冰冰那时候警方也获得线索 可是刚开始的时候 不敢去伸张 也不敢让记者知道 因为呢 一般来讲我们办绑架案 你如果说 让记者知道或曝光的时候 那人质的生命呢 是绝对有危险的 对 她跟白冰冰呢 就要写了要500万的美金 当然呢 那时候呢 白冰因为她的政商关系很好 她赎金也准备好了 而且她说还不能连号的 还要救的 哇那救的时候呢 到哪里去找啊 而且呢 在几天之内就要把它筹起好 那筹好之后呢 当然就开始联络 陆陆续续就联络呢 说要开始交赎款 可是呢 这个案子最大的败笔 就是呢 记者知道消息之后 虽然没有曝光 每天等在白冰冰的家门口 车子出来就跟着走 等于是曝光了 所以呢 从大概19号 一直到25号 他们呢 陆陆续续 有变换了几次 赎款的地点 总共有7次 白冰冰不希望警方来跟 可是记者他挡不了啊 因此你说 那时候的情况 我看到画面 因为当时我也在此 我看到那画面多夸张 SNG的大飞碟 跟着那个车子跑啊 我要交换的时候 后面跟着都是那个飞碟车 很明显的 很明显 一看就说 所以他们7次变换 都敢放弃 也不敢去拿钱 白冰冰呢 那时候 当然也希望说 钱没有关系 他想说钱没有关系 就是回来就好 警方呢 也辗转的 当然有一些侦查的方法 了解这个案子 就是陈敬兴 高天明 林春生 他这个集团所犯的 所以呢 在4月25号的时候 他三重的时候 因为知道他们 长生的地点等等 就要去抓 结果就跟陈敬兴 发生警匪抢战 其中呢 他的太太张树珍 掩护他 因此张树珍就被抓了 但是陈敬兴就跑掉了 在4月26号的时候 白冰冰非常的难过 然后呢召开了 全国的一个记者会 看到我也蛮感伤的 声泪俱下 希望全国的人民 帮忙救救他的女儿 而且呢 他还能利用陈敬兴 他的家人 也提出呼吁 希望呢 劝他们赶快放人 亲情公事 结果呢 10月28号的时候呢 在新北市 泰山区 的一个中港大派 就有人发现一个浮石 这个浮石你知道怎么样吗 他用那个压铃挡住 希望把他沉下去 但是浮石的那个福利是很大的 结果呢 发现之后呢 看到他那个状况 身材等等 很像是白小燕 赶快的就打电话 请白冰冰过来指认 各位去想象看 白冰冰那时候是一个知名的艺人 他到达现场的时候 他一看 他说这是我女儿 没有错 声泪俱下 非常感人的一个画面 他钱也准备好了 就希望歹徒你拿钱 你只要让我的女儿 宝贝女儿回来就好 结果呢还是很死亡 所以呢 从开始尸体的处理香烟 最后呢 一直到入柜 然后呢 所有的殡葬事宜呢 一直到最后的墓园 火化最后的墓园 白冰冰全程的 都是陪同他女儿 当然他心里的那种愤恨 跟难过是难以想象 后来那种歹徒呢 已经知道人了 那人也杀害了 他们最后呢 就开始逃亡 结果你知道逃亡的过程之中 他持续的还在犯案 因为他没有钱啊 86年6月6号的时候 他现在绑架了 新北市一个蔡姓的议员 要求赎金500万得手 他在想说保密要紧嘛 所以500万被拿走了 结果呢 他觉得还不够 在86年8月8号的时候 他又绑架了 就是我的辖区 台北市北投一个诚信商人 要了400万也得手了 因为那时候呢 这个全国的新闻 真的对他们非常的害怕 之后的治安呢 等于是草木皆兵了 所以呢 只要我是陈静兴 一听到这个名号的时候 大家都吓死了 所以呢 那个钱就很顺利的得手 他们在逃亡的时候的状况是这样子 完全颠覆了警方办案的一个概念 比如警方办案会追踪你的手机 看你的一些就是影像的定位啊 等等这些 然后通联啊等等的 他们用了最原始的方式 我们今天三个人见面之后 就讲下一次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大家就各自逃穿 你不会聚集在一起 警方没无法去追 没有办法追到他 他们不知道他下一个点是谁 下一个点在那里 因为他们不用电话 电话我们通通监听了 听不到真的会露出去 就是我们三个人之一出卖了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们知道警方会找他们的摩托车 摩托车一般是偷来的啊 对不对 那偷来我们都有登陆啊 哪一个摩托车掉了 那么然后呢 全国会协讯 结果你知道他们 怎么使用他们的交通工具吗 他们去用呢 偷来也好 捡来也好 或买来的证件合法的哦 然后呢去买了机车 那机车这个警方就不列管了 所以你知道当时 要查他们的机车的时候 很困难了 因为我们都是从世界的张车啊等等 或者是说有人通报啊等等 这些车去查 可是后来警方怎么做呢 就是从全国有没有呢 身份证被偷的 身份证掉的 去买车的 买合法车的 就把这几部车很多 然后一个一个把 那个车主找到之后过来 剩下的那几部 最后证实 就是陈进兴他们使用的机车 在8月11号的时候呢 就侵入了台北市富阳街 一个女孩子 等一下呢 我们会特别讲这个案子 那这个案子里面 就可以凸显了陈进兴 他的一个个性 86年8月19号的时候 他们就在武昌街 他们原本要躲 结果你知道他们躲的地方呢 他们非常聪明 一个地方绝对不躲 超过一个礼拜 因为一个礼拜的时候 附近邻居开始起疑心 这个人是谁 怎么没有看过这个人 在那边生活 对起疑心的时候就走掉了 等到报警的时候 就警察好几次扑空 也有人听说这个陈进兴 因为他有一个性冲动 到宝斗里去嫖妓 结果嫖妓的时候 警察好 那叫宝斗里的人 就万里有来的时候 怎么通报讯息 可是去了一两次以后 他就不来了 因为知道警察会去追踪 躲在人家的楼梯间 顶楼电梯间等等 都不超过一个礼拜 所以警察很难去找到他 而且要追他们也不好追 所以那个案子我知道 在台北市 当时我在职的时候 外勤的办案很辛苦 可是我们见识也要配合 其实大家全部动员 草木皆兵了 再过来就是到 86年10月23号的时候 他们就干了一个非常大的案子 因为警方把他们的影像全部公布了 就是海报都贴出来 海报都贴了 那时候贴的多夸张 在车站 甚至于公共厕所全部贴 大家都知道那个影像 所以他们就异想天开 要去变脸 86年11月17号的时候 因为他们都分开行动 高天明有一次 可能也是信的需求 他去买村 在哪里买村 就在台北市 我的下去 台北市石牌路 有一个民宅改成的一个油压中心 以前油压中心 现在当然比较正常 黑的 黑的 接引 以前很多油压中心都有事情 结果油压中心去的时候 因为他起了摩托车 警方过滤出来 用偷来的身份证过滤了 结果这部摩托车 被一个县民 一个民众 他是警方的县民 发现怎么有一个车号 因为平常像我们警察 会拜托县民 有人给我看 你书记有这个车 没有这个摆 被他认出来了 认出来以后 通知警察来 警察来看 没有错 这个就是他们骑的机车 动员所有的人来包围 那个时候发生 非常激烈的警惕枪战 然后高天明 他是双枪响 真的是双枪响 跟那个周润 跟周润一样的 警方攻坚 他要从窗户跳出去 外面的霹雳小 马上又整个火网就打进来 所以他没有办法逃 最后想一想 就举枪之间 剩下最后一个陈进心 顿时依靠 因为陈进心 我形容是有有无魔 魔略的 大半都是高天明 跟林春生 两个相聚的自杀之后 后来怎么办呢 最后他实在是走投无路 因此就在隔天 86年11月18号 一直到19号的凌晨 就是跨了两天 到台北市行一路 瑕疵的南非五官 做冒起 他通知警方 我要举行记者会 通知所有的记者来采访 他有冤屈 他要寻求政治庇护 我有被政治破 而且你要准备飞机给我 我要跑到第三国 各位知道 全国的电视网 全部停播 就直播 那个现场的状况 而且我们要处理 又要很困难 又很小心 警方知道以后一定包围 就是高处安排的聚聚 当时只要一下令 一下子就会可以把他给打死 可是后来怕他说 第一个这是外交的事件 打的时候会不会引发 他再把人质给杀害 所以不敢贸然的行动 最后是陈进兴 他就器械投降 透过民进党的中常委 谢长廷 还有他的太太张树珍 一起去欠下 还有一个英雄人物 侯友宜进去 把里面的一个小孩子抱出来 然后把一些伤者送出来 大概有这么一段 所以这个故事 一直到86年11月19号 最后才落幕下来 好 那我想要特别问阿善斯 刚刚讲到三个女孩子 被侠事件的 比较详细的事发经过 86年8月11号的时候 台北市在信仪区 有一个富阳街 富阳街有一家民宅 里面是三个女孩子 同租一层的公寓 我记得那一天是假 三个女孩子都在家里面 一个在房间睡觉 一个在客厅 然后一个好像在厨房 突然铁门就开了 有一个人 陌生人突然就进来了 威胁他们三个女孩子 到一个房间里面去 准备要捆绑他们 捆绑的目的是怎么样 是要抢钱 还是要性侵 还是怎么样 当时不得而知 他们也不认识那个人 就叫陈静兴 结果三个女孩子被绑的时候 绑了两个 其中最后一个要绑的时候 突然那个女孩子就大叫 那陈静兴那时候也慌了 怎么我平常都很顺利的 怎么这个女孩子突然好像 歇斯底里发狂一样 所以他想一想 算了 他没有把三个人杀掉 就拖门而逃 就是绑一绑 然后就走了这样 就是第三个没有绑 就因为他突然要绑 他就叫了 他就跑掉了 但是你知道吗 你想陈静兴会甘心吗 他当然不甘心了 他就跑掉以后 慢慢的又晃回来 看看你这个 到底你有没有报案 有没有人来处理 就会看到 当然女孩子就报案了 警察就来了 结果警察来了以后 因为这个案子 你看绑你 到底要抢钱 还是要怎么样不明 是一个未遂的案子 动机不明 所以警察一般处理 这种案子也是登记一下 要把他问个笔录等等 也没有很认真的要查 问完笔录以后 简单处理一下 警察也走了 那这个三个女孩子 又回到房间 又在客厅继续看电视 然后另外一个 好像也在房间里面 继续做事还是什么 隔面多久 门又开了 陈静兴又进来了 太可怕了吧 这种案子真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提这个案子 可以显露出陈静兴 她的一个个性 以及她的那种 制作 那个作为 那种心态 结果陈静兴进来 就拿着枪 威吓他们三个女孩子 不准再叫 你叫了我一枪打死你们 三个女孩子一看 不得了 吓死了 你看这种状况 报案完以后 警察走了 她又回来 就是他们做案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结果三个女孩子 当然就乖乖的就不敢叫了 这一次不敢叫 统统绑起来 绑起来以后 当然陈静兴 与她的个性来讲 可能会性侵还是怎么样 就在准备要有手作为的时候 门铃响 谁来了 不知道 三个女孩子都被绑了 怎么办呢 只好谁去开门 陈静兴开门 她自己去开门 因为她三个女孩子都被绑起来 没有人开门 叮咚叮咚 结果木门一打开 一看警察回来了 我跟各位观众或听众讲 一般这种案子 警察是不会回来 因为已经未遂 而且该问完的都问完 为什么回来 当然我在想 是不是什么表格 没有填 没有签名 还是怎么样 一些程序补一下 可是陈静兴 她也不知道警察 为什么会回来 结果她就头低低的 警察也没有认出 对 我那乍来看不清楚 结果她说 请问某某女孩子在吗 她说在点点头 你开门一下 我有一些事情要问她 结果陈静兴 外面的门 轻轻的一打开 用力一脚一踹 结果警察就站在 那个门的后面 被打得脱脑脑 所以我在这里 也提出一个呼吁 也许听众里面有警察同仁 发觉国内的警察 跟国外的警察 最大的差别是 我们敲门都面对着门敲 国外的警察就侧身敲 就是门打开的时候 不会被撞到 而且里面万一有枪 轰出来怎么办 比如说要去抓通缉犯 什么就直接敲门 你是谁 我是哪一个分局的员警 我是警察等等 你是警察刚好 从里面轰出来 所以国外警察 他不这样干 他测个身 敲敲门 有什么差别 就身跟死的差别 结果被那个门 打了一下 头脑胀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陈静青就冲下去 楼梯转脚 他转身开了两枪 第一枪没打中 第二枪打中了 可是打中哪里 因为警察发现 不对劲有举枪 枪打出来 两手就是 韦伏式的这种枪 持枪的时候 打中枪的护工 跟各位形容一下 护工有一点尖尖的 打中护工不容易 而且你护工打得偏一点 偏零点 几个mini就好了 就会偏斜 会打到人 而且援警到现场 没有穿防弹衣 就这护工一打断了 手指受伤了 枪也故障 所以他连续开不下去 拉了两次滑套 所以现场我们去 掉了两个完整的弹头 结果陈静青就冲下去了 他们来是两个人 另外一个人还在底下 这个等于是等待 结果就听到枪声 他也愣住了 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陈静青就从上面冲下去 拿着枪跟警察插身而过 那时候陈静青 真的要杀那个警察 太容易了 枪拿出来 蹦一枪就打掉 所以陈静青对这个警察 也没有开枪 警察看到他也吓了一跳 结果陈静青冲下去之后 刚好有一个小孩子 骑脚踏车 他把小孩子拉下来 跳上小孩子的脚踏 这样骑 直接就冲走 请问这个时候 远景如果下来 骑末的车追会追不到吗 我跟各位讲 真的吓死 因为那时候碰到陈静青 知道一定会火瓶 而且陈静青是亡命之中 所以那时候警察真的是 腿可能就走不动了 不然如果你摩托车 追一个骑脚踏车 怎么会追不到呢 但这个就是 这个案子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这个案子的经过是这样子 86年的8月19号的时候 在台北市五常街 53项跟龙江路 328项的项口 就发生了一个警匪枪战 就是他们在逃窜的时候 后来他们约好了 到一间刚盖好的一个国宅 当然工地的地方 工人就发现奇怪 这个房子还没有交给住户 怎么会有人住在那 然后就跟工地主任 工地主任也去看 看了以后就不对 这个陌生人 他们当时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结果就报案了 那两个警察就来了 其中一个警察就上去了 上去以后要查看 知道吧 到底里面住的是什么人 因为工地主任有报案 陌生人到我们的工地来 就这样 结果一去的时候 也是按电铃 然后也是开门 也是站在门口 谁来开门 陈进兴来开门 陈进兴开门的时候 一看是警察 往上就往里面跑 就往客厅跑 一转身也开了两枪 他刚刚有一个墙壁阻挡住 没有 如果那个远警 走进去的话就打中 所以他就赶快冲下去 准备要请求支援 陈进兴就从后面的 那个冷气口 一般我们装冷气 不是有一个平台吗 我记得好像从五楼 一楼一楼这样跳下去 几个人都是从那边 这样跳下去 跳下去开始逃窜 就是两个远警到达楼下的时候 看他们逃下来就开始追 追到那个武藏街 53巷跟龙江路 328巷那个巷口的地方 就发生非常激烈的 薄火 开了大概将近几十枪 上百枪 结果薄火的时候 当然就一面通报支援 那通报支援 支援的这些远警 就陆续的来 在薄火的过程之中 很遗憾的 远警也是算蛮年轻的 曹立民就殉职了 那另外一位呢 这个远警呢 叫黄庆才 他讲他非常的英勇 单手换弹夹 因为他一只手受伤了 嘴巴呢 在咬那个弹夹呢 装上去这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呢 只要谁跟这个 陈金金等人呢 发生这个薄火 非常英勇的话 基本上就会有一些 叫做论功行事 后来这一段呢 没有办法经过证实 为什么没有办法证实呢 因为现场呢 后来支援的警力 包含那个时候 附近的派出所啊 等等所长 就带了一些警察来 进行相关的围捕 那围捕的时候呢 大家一看到人 就开始开枪了 现场就开始薄火 你知道那个地方 是一个市场 那个市场呢 真怕也是 些榴弹而打到一些民众 很多平民在那个地方 大家能躲就躲啊 就是发生警匪枪战 那在现场呢 陈进兴跟高天明呢 趁机摩托车丢了 就跑掉了 后来这个摩托车 我们去看的时候 发现上面 还有呢 讲解好几百万的 鲁人勒鼠的赎金呢 还放在摩托车 跟着他们走 那窜到以后呢 林春生是来不及跑 结果呢 机缘警力到了 就跟林春生开始薄火 那枪战之后呢 照理论上 这些弹壳 应该留在现场封锁 等到专业人员 来进行鉴定 他们呢 后来怎么做呢 那个主管就下令 把所有的警枪啊 回来以后 开始数 每个人卸弹 卸弹呢 然后看呢 有多少弹壳 你开了几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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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问 然后呢 再兜 兜了以后呢 不合的稍微加加减减 怎么这样子呢 因为那时候 只要有谁开枪 就论功行赏 结果这里面的问题是 带队的主管 他说我开了三枪 我也要有奖赏 但是呢 旁边的人 对他说 我在你旁边 你根本就没有开枪啊 怎么证明呢 因为子弹弹壳 通通收起来了 然后都一个分配啊等等 在警察局受奖的时候 当时我在场 就是那时候 有工人员都要上去受奖 结果呢 有一个人 突然呢 他就大叫 受奖不公 当场举罚 这个没有 甚至讲 我们真的不知道 这个内面 因为这个是我在场 报纸也都没有灯啊 对对对 结果呢 那局长要给他挂街 就是挂街 升格 他往后退一步 受奖不公 然后呢 局长再往前一步 他再往后退一步 受奖不公 那时候所有的人 我们主管都在底下 愣住了 很尴尬吧 警察局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场面真的很难看 这多难看 平常没有人会知道的 内幕 因为实在太尴尬 怎么会在这种 受奖的时候大吼大叫 他真的有冤情 对 他很生气啊 对 这个是武昌街的那个状况 那这样最后呢 当然林春生 我们去鉴定的时候 他真的是举枪自杀 可是他为什么要举枪自杀 因为他腿都站不起来 用爬的 实在是太窝囊了 干脆一枪就致敬 他宁愿不要被关 宁愿不要被判死 因为他们应该知道 他们一定是死刑 对对对 一定是 对对 所以他干脆是说 我掌握在自己手里 就跟高天明 他在石牌路那个地方 最后双枪挟 所有的警察 整个火力全部对他打 后来呢他最后也 也是自尽 对对对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到 民国86年10月23号 下午4点 方诊型外科呢 就发现了三名 就包括医生 医生娘还有护士 全部都被行刑室的抢决了 那这个案件呢 是由阿善斯来负责的 那我们请阿善斯来替我们 讲解一下这个案件的过程 这过程发现的经过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固定有清洁的欧巴萨 中午的时候呢 就会来扫一扫 打扫一下 他就呢到诊间啊 挂号处啊 等等那个地方扫一扫 然后呢 他已经把垃圾拿到一楼 然后呢 准备上来二楼呢 继续到里面的手术室啊 等等那些地方去扫的时候 进去呢 下单发现医生方宝芳 他的太太张长比 还有呢 一个护士 这个护士最可能 上班不到两个月 他是新进的人员 也被杀了 护士叫郑文玉 三个人通通被杀了 当然他也吓死了 赶快就报案了 我印象很深刻 我一接到这个通报 我说在哪里 整形外科 我心想整形外科 结果我们就到现场了 哇真的很惨 全部头部呢 一枪都是形形式的 一枪毙命 我先叙述呢 这几个被害人呢 的一个状况 方宝芳呢 他是手术的手套还戴着 眼睛被蒙起来 嘴巴蒙起来 脚背就是用胶带绑起来 头部一枪 坐在浴室的马桶的上面 手套然后两手就垂下 那个血像瀑布一样 就流到那个马桶上 他是这样的一个施法 结果你看呢 他手套戴着 手套上有血 这是不是关键 证据啊 医生的太太呢 医生娘呢 张昌比 他是倒在手术室的旁边 地上呢 他也是眼睛绑起来 脚呢被绑起来 都是用胶带 也是头部一枪 从上面直接对着地上倒 碎掉了 就卡在那个出口的地方 护士眼睛绑起来 可是脚没有绑 你就想说 为什么这个脚没有绑了 我们当时也不以为意 然后呢 这个案子是谁干的 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就开始进行 现场的勘察 就勘察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发生了问诊事 就是医生平常在问诊的时候 有一叠的病例 刚开始原本 我们以为是医疗纠纷 就是诊型医疗纠纷 我不满意等等 结果发现医疗纠纷 必要杀三个人嘛 你对着医生痛打一顿等等 或是对着医生来就好了 你需要把护士这些都给杀掉吗 当时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张白纸 上面画了两道眉毛 就掉在医生坐的那个椅子上面 我在想那个过程 可能是他要跟他叙述 还没有讲的时候 别说了 赶快就把他拖到手术室 所以医生拿了那个纸 不知道怎么办 就掉在那个椅子上面 我在想那个过程 就可能是这样 我跟你说明 好心跟你说明 别说了 就是可能就把他拖进去 要做手术 所以那张纸就掉在那个椅子上 把现场的那个地方 手术的地方 还有那个手术的工具 因为你手术不可能 没有刀 没有缝合针线 不可能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 有两个碗 只有一个手术刀 还有几个缝合针线 还有捏子等等 我们就带着这个碗 去请教专业的 整形外科的医生 这个可能变脸 医生说不可能 变脸是多大的工程 对不对 那一定要全身麻醉 不是这两碗的 这个手术 一个缝合针线 刀子 这样就可以解决的 所以后来那个血 验出来是高天明 在石牌路 高天明举枪自杀的时候 到现场 我第一个最想知道 你做了什么手术 后来发现他是怎么样 因为高天明 有很深的双眼皮 他要求医生双眼皮 缝合成为单眼皮 杀了三个人 当时我在看的时候 我还挑着他那眼皮的地方 发现缝合针线 还没有拆线 刚做完手术 等到他愈合的时候 还没有拆线 就杀了三个人 可是这样应该 警方还是认得出来 这个人是高天明 当然认得出来 他这个 很小的一个手术 对 很小的时候 整个脸型还是一样 可能我在想 他们要做变脸等等 不可能 因为变脸 不是这个简单的道具 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他就想那好 那就我要跟你说明 画眉毛 画眼睛要怎么做 但是可能时间匆忙就 那还有一个 在现场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没有弹壳 一般现在枪 左轮枪 是不会掉弹壳的 比较少 现在的都是90的手枪 会掉弹壳 因为他那个机制不一样 所以我发现弹壳 被剪走 但是弹头 他没有办法剪 因为有的弹头 跑到哪里 他搞不清楚 我们就知道 这个人一定是 惯用枪支 我在这里也不能教太多 变成是教导 教会 教坏了 教会了 这个秘密不能讲 所以你看一般 我们要枪截案件 就要从弹头弹壳 去比对枪 那有的歹徒 等等进入的时候 会东摸西摸等等 还有抽烟等等 就会有DNA 其实这个当然了 有时候歹徒还是 你再怎么谨慎 还是会摆密一书 只是真的是不能教太多 不然的话 警察办案会越来越难 结果我们在看下现场 在厕所的前面 有一个垃圾桶 垃圾桶一般的 歹徒是不会注意的 结果我们看了 垃圾桶我们一般都会看 其实这是我的老师 李昌玉博士教我的 他说你要知道 你的太太今天在家里 做什么事情 你回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检查垃圾桶 反而垃圾桶可以看出一些 看出他今天的活动 那个成绩 我也教各位 如果你看家人在干嘛的时候 没有关系 你不用装剑视机 回家看垃圾桶 你今天有没有扫地 或中午吃了泡面 中午吃了什么东西 你去买了什么东西 有没有煮菜 因为那个过程 又一层一层叠上去 你不会把它搅乱 这是李博士教我的 所以我们在翻的时候 突然发现里面有一个蛋壳 其实他捡蛋壳的时候 他有一个蛋壳就找不到 因为他跳到垃圾桶去了 后来这个蛋壳也是一个关键 因为有蛋头 蛋壳后来才能比对强制 另外就谈到那个护士郑文宇 那脚为什么没有被包 当时我们以为是可能偷懒等等 可是后来一般我们在 做尸体香烟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会做下体财政 基本上是要这样做 可是那时候 因为两个女性的被害人 都是月经来的 而且是月经期 血量最多的时候 法医一看了以后 觉得说月经来了 应该不会发生性行为 可是这里面就产生到一个 见识的逻辑 是不会还是不能还是不愿 你今天你没有财政 你怎么证明他有没有做 所以你们SOP来说 其实应该要稍微验一下 那个时候是没有那么严谨 这个都是靠经验 结果这个过程是这样子 那时候的法医很忙 那时候的治安不好 而且自杀人多 他杀的案件也多 法医一天要验十几个人 一个人你不要算一小时就好 一个半小时就好 会验到半夜 在验方宝方的案子时候 他一下验就三个人 一个人一个小时 或怎么样的 一言当就是两三个小时 结果他一看说 下体月经来了 哎呀不会 不会发生性行为 那时候我就心想不对了 因为之前在我的书里面 也有提到书建合的案子 详细的请看 台湾大案 见识现场 所以那里面 就是当时没有做 那个叶英兰妈妈的下体财政 所以那个案子到现在 就一直搁着 也许有做 搞不好可以理清一些事情 对啊 有做的时候 搞不好会有经验 或是即使混合的也没有关系 是A加B 还是B加C 还是怎么样 基本上会得到一个刑别 没有踩证 就永远得不到刑别 所以那时候法医有一点难 因为他有两个案子 又做到天亮 所以他就想说 颇有难处 我说是不是踩一下 然后我跟他讲 我说那个吴明翰的案子 就是书建合那个案子 之前就没有踩证 闹得很大 法医要不要做一下 他说哎呀 应该不会性情他 可是我心想不对啊 因此我就很合网 我也没有说跟他很坚持 我说这样子 法医你是不是还有案子 等着要验 我知道吗 对不对 那你这样子 我们跟检察官讲 下底是我来踩诊 所以呢 那个方宝方整形外科 两个女性的被害 不应该我踩诊 可是呢 是我踩诊 教育 当然我也不怕 而且呢 我也懂 结果呢 我做了 还好我做 我从阴道内 中外 然后呢 整个还有包含 他的卫生棉上 内裤上 证明在他的阴道口 在卫生棉 还有内裤上面呢 通通找到了金斑 后来这个金斑呢 就跟陈静心 因为陈静心 他有一个性的这种冲动 他好像每件案子都压抑不住 对 而且呢 经过统计 他性侵的案件呢 正式报案的 有警方比对DNA的19件 年纪从13岁到60几岁 这个乱举也太广了 他就是需求啊 你13岁也要60几岁 他也不管啊 他就是想做就要去做 他就信了那种冲动跟需求 所以呢 当时呢 我做了以后呢 结果一比的时候 那时候还不知道陈静心 因为那时候没有陈静心的标准档案 还没建档 还没有建档 但是呢 就知道说台北市 新北市 好几十件 那个性侵都是同一个人 其中有一件比较特别的 他侵入民宅 性侵了一个女学生 结果呢 这个女学生呢 在性侵的过程 眼睛是张的 一直瞪着陈静心 性侵完了之后呢 陈静心拍拍胸脯 跟被害人讲 我是陈静心 结果呢 女孩子报案了 警察去裁证 这次比较确定 如果这个DNA 就跟几十件的DNA 比对是一样 后来又跟我们这一件呢 一比对 所以这个案子 才跟陈静心 这样子连起来了 就确定是他了 就确定是他了 我有一个 见识的一个 我个人的看法 肯定是一个证明 否定也是一种证明 你没有做 就永远得不到答案